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年前的报纸资论 重回南投这别墅现场 已经变成一处社区 原来当年的30万是头7块 总价大约150万元 不过现在买已经超过600万 等于价差超过四倍 大很大 真的很大 起伏很大 起伏真的很大 不想长长 满满感受很深的 什么东西都在打吧 打开今天报纸 烦一烦心水基本工资 小小涨幅2万2千多元 但物价却大大提高 因为30万可能只能买一瓶 甚至根本买不到 镜头转到彰化来看 电梯大楼豪宅别墅 前面还有庭院 开价一瓶大约37万 被在地人直呼 根本添价 以彰化的消费水平来讲 我觉得这个价位算是高档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 还是有点贵 物价翻涨但薪水涨了吗 换算给大家看一下 三四十年前 基本工资600块 基层公务员大约薪水1500元 等于超过2.5倍 若跟现在薪资结构来比较 要达到5万2千多元 才算水卷 不过现在基层公务员 大约3万多块 还是有点落差 果然物价上涨 薪水不涨 人人有感 参选中部综合报道